8月8日,记者从宁波利社国际机场获悉,因跑道占有原因,宁波机场8月8日18时前的航班全部取消,宁波机场将及时发布后续航班信息。 8月7日下午,宁波利社国际机场发生外航货机着陆后,滑行天出跑道事件后,机场立即投入力量,在民航行业专家现场的全程指导下,与航空公司一起根据拟定的航空器搬移方案做现场处置,宁波因747货机机身长,一掌宽,自重及运载量大,又要确保航空器搬移过程不受损,搬移难度极大。 宁波机场已连续十多个小时努力,目前仍在现场处置中。